昨天收到了我在target官网上前两天订的10小箱水奶 打开发现一看里边708落的 艺术数量更是短缺 买了10箱一共60瓶 给我寄来53瓶 这美国人数学不好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于是我打了个客服的电话投诉 客服说他重新给我寄一箱过来 至于之前寄来的这53瓶这一箱的话呢 我也不用把它退回去 我可以自己保留着 因为退回去他们也不会再次销售 他们也是原地销毁 我记得十多年前我那会儿刚刚做代购的时候 也是帮人代购了两罐奶粉 当时也是去沃尔玛退货 结果呢我就看到工作人员当着我的面 拆开了两罐奶粉就给他丢到垃圾桶里边去了 简直是太可惜 怀孕的时候啊 朋友说美国这段时间奶粉短缺 叫我赶紧囤奶粉 我稀里夸拉的先囤了20大盒的奶粉 压根没想到生了娃以后 政府还给发奶粉 但是呢我现在给小孩喝水奶 也不喝奶粉 所以家里奶粉囤积起来 也不好意思去退 因为一退的话呢 人家又给销毁了 这不是暴枕天物吗 大家说我囤的这些奶粉 该咋办呢 我愿意不耗 在这里 这个女生 没有 我